03年的第七题 这个program会输入一个图书证是8位数字的 然后做一个有效性的检验 第一个指程式叫read string 有一个x就会pass出去给别人 我们首先就会get s 就输入了一个图书证先 然后做一个 就是测试 测试一下它是不是8位数字 方法就是如果string length of x 就输入那个数 不等于cut length cut length就是8 就有个flag等于0 flag等于0的时候就not ok 如果flag等于1的话就ok了 直至它输入了 它的证是对8位数字的话 才让它走 那么main program要call 刚才那个read string 就会输入一个图书证 接着我就会计算总和 计算的方法是用visa的方式 ibm check的方法 最后呢就我们印回个sum出来 如果sumpercent 10等于等于0的时候呢 能够给10整除 是合法的 这个ibm check是怎样check的呢 那个方法就是呢 我们会逐个字去看 然后呢 如果ipercent 等于等于等于0 那就是说呢 第0个第2 第2 第4 第6 第6 这几个红色的呢 就会将个数字乘以的 而蓝色的那几个呢 就数字就这样照加起 就不会乘以 那因为在文字里面抽出来的 每一个字符呢 这个inpi 就是一个字符来的 那1是用49代表 2是50 那所以要减回个0 就是减回48 那正我们说过第0个位 第2个位 红色的那些会乘以2 那所以我要将它减48 再乘以2 那结果呢 就会怎样呢 就会将个位加10位的 那譬如呢 红色这个7乘以14 那我们不是加14 就是加1加4就是加5的啦 那所以红色的部分 1乘以2 3乘以6 5乘以10 那10呢 我们就会将它拆开 做个位10位的加的 就是加1加0 那另外7乘以24 就加1加4 就是加5的啦 那另外蓝色的部分的字 就不用乘的 就是2469 照抄啦 那将右边的数字全部加起了 那就是个total sum 来的啦 问题A 检查数位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验证资料是否正确的 B 那如果用户是输入了这个证的话呢 23731654 那于是呢 就当我们执行 旁边的那个program的时候呢 当i等于01234 那么n和sum的值是多少呢 那当i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里i等于0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将那个数 减48 再乘回2 那所以呢 第1个数是2来的 2乘回2 所以是4啦 那当i等于1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做下面这个啦 那拿第01 即是第2个位呢 那直接拿了个3啦 那i等于2的时候呢 就拿了个7啦 因为7要乘回2 所以14 n是14啦 那把它拆开做个位的10位呢 就是1加4 那于是呢 就加上了呢 就会是 total12的 那为什么是12呢 因为上面这个是4啦 4加3就是这个7啦 那7再加回1加5 1加4 那就是加5啦 total12啦 那所以做完之后的sum是多少呢 加起了之后应该是38的 那这个输出是正不正确呢 那这个是 不正确的不合法 因为38 不能够给10整除 所以这个是不合法的 C 那假设这个program有少修改呢 我就只容许数字 就不容许英文字母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入法的 abc的话呢 这个是不合法的 那这个program应该怎么改呢 那就是fori就是0i 小过cut length 就是8啦 i++ 那如果什么情况之下 它是个flag等于0呢 就是错呢 那就是xi 小过0 或者xi大过9 那都是错啦 partd 那如果这部份 430到450这些 几句我们把它删除了 那同时呢 就把这一句呢 就改了 不是8 就改了7 而user输入的时候呢 只是输入7位数字 那第8位数字呢 就是电脑计出来的 那我们叫做检查数位 check digit 那check digit 如何去找出来呢 如果 什么情况之下 check digit 会是0呢 那就是当这个sumpercent10等于0的时候呢 根本就已经是能够给10整除了 所以check digit就是0啦 但是如果 sumpercent10不是等于0的时候不能够给10整除的话呢 那check digit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sumpercent10之后的余数用11去减它 是更正 那应该就不是用10去减 不是用11减它 而是用10去减它 因为能够给10整除呢 这个整才是合法的